當我們把那個文章做完以後 這上面的連結還有嗎 沒有嗎 各位仔細看這上面 這裡 看這裡 我滑鼠幫你仔細看 它出現什麼 是不是出現一個 jackteacher.grp.blogspot.tw 那你看隔壁這一個交通資訊 是不是出現一個斜線p斜線block page 看這裡喔 看這個環宇電台的上面這裡喔 不要看我的滑鼠喔 看這裡 不要看滑鼠喔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這上面有 我們現在缺的就是少做這一段 所以它連不起來 所以呢 關於捷克老師點進去有嗎 沒有嘛 上面是不是沒有網頁 我們剛做的這一頁在哪裡 關於捷克老師這一頁呢 各位可以點一下檢視 要用檢視喔 盡量不要用預覽 檢視的時候是不是會有一個網址出現 把這一個頁面 也就是我們剛做的這一個頁面的網址 複製一下 這其實不用一分鐘耶 30秒就做完 沒有 欸有啊 有啊 有啊 我有錄 好 這30秒有沒有 各位把這一串複製 接著呢 在這裡 回來 反面配置 點 右手邊這邊 這個是我們的選單 按編輯 有沒有發現在這裡 我們上次不是做了這幾頁嗎 所以在關於捷克老師左手邊這邊有一個編輯 按一下 把下面這個 URL 全選 刪掉 貼上去 再按Send 再按儲存 好了以後 在前台的地方 各位 重新整理 現在還沒有嘛 重新整理就有了 滑鼠放上來 然後發現就出現了 這時候我們回來首頁 各位你看這裡 你去點他就有了